这都是我们运洋的车 一排全球停在马铃 嗯 我叫你这一辆 我当时早上在做志愿者 社区巡逻 社区巡逻大概上午10点左右 我叫了一个电话 他是区里的一位负责同志 大概打给我了 他说我这次封了长宁区 就是转运这个任务 也没什么害怕了什么 也没想到参与到抗议第一线 因为在我印象当中 像这个传染病或者 都是好像医护人员的多一点 我们到我们公家驾驶上 好像稍微有点距离 这一次改善者这么多 用到我们 我们就义无反护地 冲来往前冲来 没想什么 这个就是长宁区的急务方程 由于我们街道单子 从而一交 我们马上就出发到这里 上面老师下来给我们单子 防护服 我们在这里换好衣服以后 就立即出发到各个街道 去接定送方船医院 有的人得带行李多 还有我们这个前面几个座位 不能坐 就后面座位坐嘛 二十二十到二十一个 二十个 有座位的 其他如果这一圈人多的话 我们在这里站起来 你说荒吗 总有 四十个 四十个 出来 怎么这么就这么 也没想这么多 因为他们上来的时候 都是防护穿好的 全部隔离好了 是吧 应该也没什么 因为我们 我做的时候还要点名 他们上来的时候还要打勾 不要少一个人 叫一个他们答应给 叫一个答应给 有的时候隔着这个 听不太清楚 嗓子要大声一点 后排又发动机声音响 你听不清楚 站起来跟他们 从后面说 他们才听得清楚 因为这个工作不光是这个 还有点名 还有什么 点人数 不能少人 晚上九点多 有一天是接到 那个同仁医院房长 他从小区里面走到外面 大概要走二十几分钟 都是老年人 撑着拐杖 八十几岁的都有 九十几岁的都有 走路遥遥晃晃 难道怎么办 以前在上班的时候 开工程的时候 老年人也是 等他们上来做好再起步 是吧 这个好像有点习惯了 特别是这次特别担心 又是感染者 有这么大岁数了 撑着拐杖 还有轮椅车 轮椅车抬上来 这心情不一样 感觉不一样 孙师傅 我们今天是去执行什么任务呀 现在原汇已经早了 我们现在说 现在这空间还不过去 越烧越好越早 这空间还不过去 越烧越好 实际上这个疫情早就结束了 5月1号以后 有明显感染 明显感觉出车率傻了 心里有点小激动吧 我们出车说明外面 干粮者也少了 我们一二三四都排好办了 谁来谁先出去谁后出去 到我们前面几个到我后面 怎么我们今天没活干 没出车吧 很少了 再看看我们每天官方 上海发布的那个数据 一天一天比一天少 一天比一天少 我想这个好事 是吧 离抗疫胜利越来越近了 最多我们 这么多同志一起跑 最多每人有一天跑四趟 一天大概基本上 最多的大概八九十位吧 反正他哎呦 这个人怎么好像多起来了 干燃之类 反正我心里想 这凡事怎么有个低谷到高峰 在回落的 我作为一名公交掌印实际 建筑了疫情的数据 从开始的高峰 一点一点往下走 往下走 对抗疫充满了信心 一定会早日清零的 回归我们正常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